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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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說真一句 你都不能選擇了 在香港這樣的情況 疫情 每天都擔心的時候 如果舉行選舉 更多人染病 例如幾百 或者上千 這個責任 我想全香港都沒有人敢 可以背得起的 所以我是支持你這個決定 因為寧無他法 至於立法會 基本法69條是說的 四年一任 而且他那個四年一任 意思就是一個任期 接著第二個任期 英文叫back to back 這個情況現在是做不到的 所以你也是必須要去 向人大常委會 透過國務院那裡 去要求他們幫忙 看看這個應該怎麼解決 解決的辦法 按照憲法來說 人大常委會可以對法律 可以作出解釋和補充 現在的問題就是 到底我們這個69條 可不可以解釋成為 是可以延長一年的呢 這裏就是那個問題 如果那個行不通 都還可以看看 補充那方面 是否可以作個決定呢 我想他們都會盡量幫我們 想一個比較好的幫法 而香港市民也會明白的方法 我這次作了這個押後選舉的決定 你說我都沒有得選擇 因為近年香港就出現了很多陰謀論 特別是過去一年發生了那麼多事 有人就說 因為你怕建制派輸不起 所以就強行停了選舉 但事實上你的觀察是正確的 真的我沒有其他方法 因為這個風險太大 以及人命有關 你都知道選舉的政策 當然是特區政府定的 但選舉的安排 以及由現在一直到投票日 所有的事情 就是一個獨立法定的選管會做的 那麼選管會主席 其實都在我們都差不多作了決定的 那時候他就在7月28日 都寫了一封很長的信 就說真的有很多風險 那些風險就是包括 可能有三百多萬人出來投票 因為我們有440萬登記的選民 七成投票率都是三百多萬 有三萬多個工作人員 在一個中央點票站 有一個萬個人在這裡要數票 那怎樣可以保持到 還有衛生防務中心說的社交距離 一米、1.5米 是根本做不到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我 如果一個我委託了他 去做選舉的獨立機關 都告訴我這麼多風險 如果我是一意孤行 或出了事真是很難自其咎 說真一句 一條命沒了就沒得報 政治我每天都可以翻盤 所以政治絕對不可以凌駕在人命之上 如果認為你做錯的 我相信香港很多人會認為你做錯的 不過有更多人認為你做得對的 所以我希望社會不要再用太多的陰謀論 分化這樣 就讓我們用好未來這些時間來處理這些問題